這個我把它先倒車倒回去 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在上面如果要做出類似有這種效果 有沒有 就綠島 然後底下會有我們的總共會有四個連結 類似像這樣一個清單 那上面會有一個這個 應該叫什麼 叫一個標籤或什麼的 然後有一個清單 好那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的 基本上呢 非常的簡單 在List View 那做法第一個 原來應該是只有兩個字 原來你插入頁面的時候呢 假如原來是像一個內容對不對 不過也沒有像就類似像這樣一個內容 那你要怎麼把它加上去呢 第一個 在內容裡面要加什麼 加那個我們的這個清單 所以這清單總共會有 五個啦 包含上面還會有多一個標題 然後所以這樣這五個把它 複製一下 或者你如果已經打好的話就直接打上去 然後把它貼上去 那會有五個東西 請你把它第一步 選它之後做什麼呢 先做一個什麼 這個 項目清單 這個應該還記得吧 第二個的話做什麼呢 分別把這一個 這個要連結到哪裡 因為點它我希望連結到一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的話 就是第一個Page 1 那所以Page 1的話呢 就把連結過去 緊什麼呢 Page 1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直接打一個 緊Page 1 那其他都一樣 其他這個我想應該還有印象吧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地方的話是 也是一樣在這邊把它緊Page 2 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改成緊Page 3 好一直累推啦 反正這個都固定的做法 應該還有印象吧 做清單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現在預覽一下 它基本上呢 會變這樣子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List View呢 非常簡單 還記得吧 把它整個選起來 有沒有 然後做什麼呢 記得喔 從這邊切到 這個標籤 檢視器 裡面的話呢 記得找到那個 什麼呢 有一個叫做 JQuery 這個 這邊 它預設是長這樣子 那實際上呢 我們是要去找到什麼 因為它我們用的技術是用一個叫JQuery Mobile的東西 那所以你要找到那個JQuery Mobile這個標籤裡面 然後呢 其中有一個就是針對這個的角色 這個資料的角色 叫做Data Raw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List View 那怎麼樣變一個List View呢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展開它 好 然後它有一個Data開頭的 那裡面的話有一個叫 Data Raw Data Raw R開頭 它按照順序嘛 所以你就按 ABCD到R 對不對 這個就是了 這個旁邊會有一個標籤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 List View List View就是清單 如果你把它改成List View 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它就已經變成清單了 它就不會像我們剛剛是列出來 像有一個項目清單 而是變成一個 真的可以看到的清單 那如果說 你不確定這個效果 是不是你要的話 那你可以按即時 即時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有沒有 就會出現像類似像這樣的效果出現了 不過好像有一個是成功的 上面幾個好像有點不太成功 那不太成功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切回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因為我加了什麼一些 好像有加了一些 這個 這個 這個不需要加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從雲端貼上來的東西 好像會加了一些不應該加的東西 這個標籤 看看 你先把它貼到 貼到什麼 貼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 好像比較 比較乾淨一點 這個這個東西 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不應該加的一些格式 那貼上之後的話 一樣 反正就是我們需要 會有這些清單就對了 你如果像剛剛是Google 文件裡面貼上來 好像會有一些問題 那沒關係 反正你第一個 確定一下 是不是用List View 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說 它的效果 盡量當然 其實這個 撰寫這種 網頁 就是一定要很心細 然後你要確定 不要多做動作 它也不會多 多出現東西來 那 可能初期 你們對於那個左邊的這個東西 不太熟悉了 不過如果真的要把這個東西 徹底的學好 恐怕 左邊的程式碼 到底加了什麼東西 可能還是有需要 你要到圖書館裡面 看一下那個 HTML 的那個 相關的書籍 裡面都會有相關的介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做完之後 顯示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 按即時 上方 就會類似有這樣的效果出來 這個是連結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會有一個頁尾 還有上面會有個什麼呢 綠島地圖導覽 因為這個是沒有超連結 所以它顯示出來 會有這個效果 好 可是呢 問題是我今天的效果 我希望做一些改變 有哪些地方改變呢 一樣把它選起來 我希望呢 感覺 可不可以把它 變成一個 包起來 變成一個 原論一點的 效果出來 如果你希望把這個 這個 效果做得 比較原論一些些 就是說 外面的 不要像這樣 我們前面好像有做出來 會有包 就是會讓它有個 圈圈 把它包起來的話 你可以在DataRow的上方 有一個叫DataInsert Insert這個屬性 這個標籤裡面 你把它改為True的時候 那它的效果會變怎麼樣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把DataInsert的地方 把它點選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效果就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的 大部分的ListView 通常都會把它 有點像是外面 再把它多做一個框框 讓它分離出來 那這個效果感覺 比較好一些些 第一個 另外的話呢 接下來 這個效果就做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先做項目清單 然後再做一個 ListView 最後記得把它改成 DataInsert 這個地方改為True 那接下來呢 我們如果希望 讓它換個顏色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 上面的這個顏色 說它會做個變更 因為現在你會發現它有一點點 是 好像有點灰色 有點像銀色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上面這個東西 改為什麼 改一下 那其實再把它切回來 好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今天我希望讓它獨立出來 實際上就是 另外再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在DataRaw的地方 把它改成 叫做什麼呢 把它叫做 這邊有個叫做ListDivider ListDivider 這個ListDivider的話呢 如果你把它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然後針對哪一個呢 針對的是上面最上面這個 你把它選起來 它的DataRaw 把它改成ListDivider 這個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讓上面的這個標籤 看起來 跟其它是分開來的 比如我這邊把它改成 DataDivider 把它改 這個ListDivider 這邊 然後呢 切過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 上面的顏色 跟下面的顏色 就不一樣了 感覺起來喔 效果應該會 我覺得會比較漂亮一些些 如果你把它改回來 把它Delete掉 原來是長這樣子 那加了這個之後的話呢 叫ListDivider 這個 把它加上去 它這個效果就出來了 OK 好 那我們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就第一步就完成了 也就說ListView 那步驟 也不多 也不少 反正呢 就是這幾個步驟 一定要 做正確 按照順序做 ListView 就 告完成了 然後 第二步的話呢 再來就是做什麼 第一步就是上面這個 這個OK了 再來做下面這個 頁尾 那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 類似什麼呢 類似於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這邊 其實剛剛完成畫面 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呢 就類似像 像底下的這個 有沒有 夜首 然後地圖 顏色不同 這個要是藍色的 那這個的話 要是黑色的 OK 上面就長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要做出來的效果 那如果你要做出上面的效果 就我們剛剛講的 然後 做的動作 我想在 雲端上都有 特別的 特別的這個地方 都有提到 你們可以看 一、二 就剛剛那個 那三的話 是 這個地方 你就選上面這個 並且把它改成這個 Data Raw 這樣就完成了 在雲端上都有相關的畫面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加一個 Netbar 上去呢 那這個 Netbar 呢 就是 每一個下方都要長一樣的東西 那各位還記得吧 這個步驟的話 可能稍微 比較 也是一樣 就是要稍微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該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加一個DIV 然後呢 裡面放 頁手 跟地圖 所以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 再切回到 這個切回來 然後的話 在頁尾的地方 做什麼事呢 先把頁尾先刪除好了 刪除之後的話 先插入一個什麼 版面 版面裡面的DIV DIV裡面呢 不要給名稱 因為這裡面的話 我不需要有名稱 我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什麼 新增DIV標籤在內容這裡 然後呢 我就在這裡面的話 把它delete掉 然後 輸入 兩個東西 一個是叫 夜守 就是一個 一個夜守 然後一個是地圖 夜守 把它改一下 夜守 Enter一下 然後再地圖 就是把這 這兩個 我要的這個 項目加上去 再把它選起來 記得把它改成 就是 項目清單 好 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以看到 因為我是先加入一個 DIV DIV 然後裡面的話呢 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 項目符號 那這個項目符號的話呢 最後要 跳到 跳到哪裡了 這個等一下 再來看一下 夜守 地圖 不對 這個地方 都跳到一樣 我看一下 夜守 兩個最後都跳到一樣的地方 那這樣 跳 所以最後還會需要一個夜守 你們先試試看 把上面這個List View先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NetBar的部分 就是一個 假設我今天底下 主要是這個 這個地方要做一個NetBar 這個NetBar的部分的話 乾脆叫首頁 一個叫地圖 地圖就連結到Page 1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連結到 把它選起來 就是連結到第1頁就可以了 Page Page 1 OK 然後 這一個的話是連結到Home 所以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連結到Home OK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如果把它切到 即時的時候呢 那這個NetBar 長得會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它能夠 有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效果的話 要怎麼做呢 前面講過 第一個 先把這個選起來 那選的時候呢 特別是選這個DIV 因為我剛剛有加了一個DIV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選到這邊也可以 這樣子的話 DIV選到DIV 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對各位來說有點難 你可以選擇第二個方法 就是下方會有個DIV 第一個DIV 從右邊 從右邊算過來這個 這樣子的話 一樣會選到DIV 到DIV 然後針對這個DIV 給一個DataRaw DataRaw的名稱的話呢 它叫NetBar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即時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它會在這個DIV後面 幫我加個標籤 實際上 它其實就是 幫你寫程式 也就是把這個寫上去 當然 如果你要自己打上去 OK 因為在 就是說 一般的書裡面 其實都是要工程師 自己打上去 因為有這個工具的好處 就是 我可以不打程式 也可以自己產生要程式的這個效果出來 好來看一下 即時一下 即時之後的話 下面就會有這個跟這個 你點選這個 它當然就回到原來的 等於首頁 然後呢 地圖 不過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下方 會有黑一塊 這個應該把它刪掉 所以切回來 怎麼樣把它刪掉 非常簡單 下方這邊好像有一個東西 你不要按Delete好了 我印象中好像 或者你優標放到下面這裡 把它按一個Back Backspace 因為 這個區塊是多出來的 它如果 多出來它會變黑黑一塊 所以怎麼辦呢 優標放這裡 按一個Backspace Backspace之後的話 即時來看一下 下面這一塊不見了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還有個問題 上面沒有圖示 上面要怎麼加圖示呢 也非常簡單 優標放上去 還記得吧 Data icon 把它改什麼 改一個這個叫 Home好了 比如說首頁就叫Home 然後地圖的話呢 也許我們給它一個叫 哪一個比較好呢 用一個Gree好了 比如說一個 Gear 看一下 我雲端上放的是哪一個 反正我們照這個 一樣的好了 比如說完成畫面 這個是一個齒輪嘛 對不對 不過放地圖 放齒輪 怪怪 沒關係 反正就是齒輪好了 或者你要其他的也可以 那齒輪的話呢 在這個圖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 Gear Gear就這一個 OK 好 那 做完之後來看一下 其實 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效果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大概 會出現 但是還有 其他延伸性的問題 就是 可是 怎麼樣呢 我的手機 如果 畫面這樣子 那它這個底下內bar呢 它放在這裡有點怪怪的 所以怎麼樣 通常是會讓它拉到最下面 所以固定在最下面怎麼做呢 前面好像有講 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就是 一樣去選 DIV 然後呢 更正一下 應該要選的是 整個footer 的DIV 所以選第二個 這邊過來的第二個 把這個footer也選進來 然後呢 記得 如果你要把這個內bar固定住的話 記得就是選這個footer的這個 DIV 然後呢 做什麼 做底下有一個那個position 它的位置 Data position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一個position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改為什麼 Fixed Fixed 意思是說呢 它的位置 就會固定在下方 那這邊需要選的方法 記得 選的話是選 哪一個呢 選第二個DIV 第二個DIV 實際上就是 我們的那個footer的DIV 整個把它選起來 好 記得不要選錯 選錯的話就完蛋了 就 效果就做不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它的這個 這個 Data position 把它改成Fixed 就是固定在最下方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來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跳到下面了 那如果將來你的手機 會有比較高 畫面比較窄 或者比較快 它會自動去調整 反正一定會固定在下方 就對了 那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最後的效果 看到還有一個 這個要變成藍色的 這個原來是黑色的 原來黑色不動 如果我的左邊 要變成藍色的話 那記得 就是直接怎麼樣呢 再把 這一個 這一個要變成 藍色的話 所以優標記得是放在 這個首頁這邊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它的 顏色 記得是Data simming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黑 藍 銀 灰 黃 總共會有 在 內建的話 就五種顏色 那如果藍色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 B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即時 它顏色會不會變成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藍色的 然後這邊黑色的 那當然最後你做完之後 要必須怎麼樣 把它全部複製到其他的 總共後面有 四個頁面 特別需要 當然你不用傻傻說 其他的頁面 這個頁尾要重新做過一遍 不用 最聰明的做法怎麼樣呢 你可以把上面這一個 這個foot 把它怎麼樣呢 複製一下 特別需要複製的話 記得也是一樣 不要複製錯 因為它一定是一個什麼 一定是一個Data Raw 等於foot這邊 就是說底下這個叫做 頁尾 那把這個整個頁尾 搬到其他的頁尾裡面 那其他的頁尾一樣 你也是頭跟尾 如果你複製錯後面 等於 我看你 砍掉重來 比較快一點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移到 下面的頁尾 下面的頁尾 有沒有看到這邊foot 到哪個foot呢 到這個foot DIV到DIV 你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那 基本上應該這樣就OK了 把頁尾部分貼上 把這個地方 把它從層次貼上 OK 貼上然後 切過來看一下 如果你切過來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沒有問題的話 表示你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一樣的方法 在這個頁尾 一樣 你可以選它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DIV 它會告訴你說 頁尾在哪裡 再把它貼上 貼上剛剛那一段 那一樣的方法 點它 然後再一個 再點一個DIV 一樣把它 把程式從上面把它貼上 這邊也是一樣 選這個頁尾 或者其實你選這個也可以啦 它一樣會選到foot 然後呢 把它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及時來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說我今天切到這邊 底下會有 所以 首頁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樣會有 有沒有 結像會 然後回來 所以你點擊 它一定都會在下方 而且每個地方 長得都一樣 那就完成了 我們的 第二個步驟 就是 增加 第一 這個叫做 Netbar的部分 Netbar的部分 OK那請各位 先 試試看 這些我想前面有做過啦 只是快速的 稍微做個重點的複習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 那個步驟有些細節 假如你來不及記的話 你可以在 雲端上面 那個 畫面上 其實都有一些 一些細節 把那個圖給結下來 你可以參考一下 嗎 有ㄟ 有ㄟ 我沒有 有ㄟ 你有ㄟ 有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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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ㄟ